首先请教郑律师 华人雇主对于雇员的申诉案件 该如何处理 如果雇员有投诉 雇主不是民事诉讼 可是有投诉的话 还有他意见 雇主马上要做一件事情 他一定要叫雇员 第一 他一定要包容雇员的想法 而雇主的话不能怕 他不能觉得说 如果雇员有意见的话 你们不能接受 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你要接受 你要跟雇员讲说很不好意思 是为什么有发生这事情 请让我知道 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第一个动作很重要 是因为雇员就不用找心理科 心理科是什么 就不用找律师 99%的雇员 我看到的 见过的 他们经常会讲一件事情 郑律师我不想见律师 我今天我见了一个律师 是一个原因而已 我雇主没有在听我 所以我觉得如果 如果雇主有做最小的动作 就是想办法去包容 了解对方的想法的话 那就会帮助很多的雇员 不会找律师 继续请教真律师 为什么雇主必须要了解 雇员申诉的想法 因为很多加州的法律的话 是从受害人 雇员的角度来看一个案子 所以讲一个例子 在性骚扰的话 性骚扰的骚扰 骚扰者 他的意图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最重要就是听到的人 他接受的人 他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今天的话 如果一个雇员 他是一个30岁 刚刚生了一个小孩子 然后最后的话 骚扰者的话 讲了一件话 他说你今天很漂亮 那这个雇员 他心里听得很不舒服 你不能用一个 客观的角度来看 你一定要从这个 雇员的角度来看 你一定要去包容 想办法去 从雇员的角度 就是听证的人的角度 来看这个案子 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 我觉得会很好 继续请教真律师 雇主除了可以请人事部门 来解决雇员的申诉案件之外 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方法 可以来解决问题 很多的雇主 他没有做对的事情 就是他不会请一个外面 公司外面的人 来做一个审计 关于一个投诉 所以今天的话 虽然雇主 他花很多钱 他有请一个人事部门 人事部门做调查的话 一般都会觉得雇主是做对的 然后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雇员不服气 雇员觉得说 你没有做一个好的调查 所以去找一个律师 请一个律师楼在外面的话 其实很便宜做一个审计 几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了 他可以做几个interview 做一个报告给你 然后最后的话 你几千块就可以省了一个很大的官司 最小的官司的话 要花差不多两年到三年打这个官司 10万到20万的律师费用是很正常 从一个被告人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花几千块 让一个律师楼做一个报告 我觉得很好 还有就是你要包括你的雇员 在你的调查的过程 这个意思是什么 今天你的结果是什么 你的调查的方式是什么 如果你有包容 包括这个雇员的话 他会更满意 他会更满意 为什么他会更满意 他会觉得说你做的事情 雇主做的事情 其实有考虑到雇员 那在解决完雇员的申诉案件之后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 雇主要问雇员 他满不满意 其实如果你今天 你有包含跟包括雇员的想法 你有尽量让雇员 就是这个受害者 他可以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了解说你是用外面的律师楼 来做一个审计 然后你也问说你满不满意 你会99%发觉说雇员是满意的 然后你最后把这全部做完了以后 你让雇员签名说 他满意你的这个结果 你会发觉说你的公司官司会很少 最后请教郑律师 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提醒雇主的 最后的话如果你有官司 这个雇员他讲了他满意 还是打这个官司 我可以讲说从一个雇员的角度 他的案子很烂 因为第一你有做你应该做的 第二你是包括他在 这个审计的过程 然后第三你有问他说 他满不满意这个结果 如果他找一个律师楼 然后那个律师楼愿意告 我可以讲说被告人是蛮上风的 在这种的案子里面 然后雇员的案子会很烂 谢谢郑律师接受我们的视讯专访 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雇主 如果对于雇员的申诉案件 有任何的问题 一定要请教专业的律师 才能够保障自身的权益 那以上就是东森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